有些问题是比较大的题目 简单答不了 所以我就简单的核心的处理一下 第一个就是关于人论的 二元论和三元论 其实这个问题很复杂 不光是基督教历史当中 教父们的立场 包括哲学里面 其实也有这样的区分 所以我只是简单的处理 第一 二元论和三元论 三元论是有很多教父都支持的 我们能想到有名的 大部分都支持三元论 而且圣经里面也有根据 但是我个人 包括奥古斯丁 加尔文 他们都是采取二元论 我个人也是二元论 所以我现在虽然这么说 很多人支持 但是我说三元论的 圣经的根据是比较弱的 三元论主要根据圣经是良解 当然还有其他的 这两解最明显的 保罗在天赛林家前书五章二三节 说到 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蒙保守 希腊语是 Penuma Kai He Pashe 然后这个Soma 身体 灵与魂 注意这个两点 Penuma和Pashe 灵魂 然后希伯来书里面四章十二节说 神的道活泼有功效 两人的利剑 魂与灵 所以这里面也说了 Pashe Kai Penumatos 实际上原型也是 Penuma Pashe 和Penuma 一样 只不过是顺序颠倒了 我就不说 它两个词 是不是单独的指 我们灵魂 真的是包含着灵和魂 身体 人的里面包含灵和魂 体这三个层面 那实际上 如果我们 看保罗的其他的用法 包括希伯来书这后面 还有灵与魂 骨结与骨髓 甚至心思和意念 那你就发现 按照文脉来看的话 它就不是灵魂 人的构成的问题了 如果你把灵与魂分开 说是人的属灵的部分 包括灵和魂的话 那么骨结与骨髓怎么解释 心思和意念怎么解释 包括新约里面 尽心 尽性 尽意 尽力 那你说到底人 有多少个元素构成呢 这个就分的就多了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解经问题 本身就有问题 实际上如果我们 按用这个所谓的用力 就是这个词 圣经里面如何使用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它其实互用 同样保罗在提索兰杰前书里面说了 他在哥林多后书说到 我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 这里面中文翻译成灵魂 他用的是 废才废力 然后他在哥林多后书 七章一节里面 是除去你们身体灵魂 一切都误会 中文翻译成灵魂 原文是 同一位保罗 同一卷书里面 他用交替使用 随便用 就像我们所用的什么 Phylos和这个 Agape 我们误以为 Phylos是兄弟之爱 Agape是神的爱 错 约翰使用这两个词 他随便用 随便用的意思说 无所谓 他俩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区分 虽然单词本身意义上有细节的差异 但是在作者用的时候 你就发现 他根本不严格区分 他的意思可以通用 所以保罗用的时候也是 一会儿说灵 一会儿说魂 实际上这个词的意思里面 包含着灵魂 生命 气息等等意思 然后启示录里面 这是使徒约翰 他说 并未神之道斩者的灵魂 和和本翻译成是灵魂 他用的是Posheke 所以严格来说 不区分什么灵魂 灵魂互用 然后呢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五节里面 说到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实际上希伯来文是 这个Nepesh 气息 气息哈 然后这个创世纪三十五章十八节里面 他将近临死的时候 灵魂就要走的时候 这里面是Nepesh 启示录二十章四节说 卫生之道斩灵魂 什么意思呢 希伯来文里面 用这个气息 用什么 我们中文时候有时候翻译灵 有的时候翻译魂 有的时候翻译灵魂 有的时候是指活着的魂 我们就是Nepesh 生命 有的时候翻译成生命 所以大家来看 其实原文里面 它根本不严格区分到底是灵还是魂 单词不同互用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按严格来说的话 人到底有几个层面被造的呢 我们看到被造的就有身体 对不对 肉体 希腊文叫Soma 身体是区分的 因为它是这个不同的物质 尘土造的 但是我们看到还有一部分是气息 或者说灵的这样的 灵性的这种层 属灵的存在 属物质的身体和属灵的存在 结合在一元的 所以我们说二元和一元 二元一元 二元是什么 不同元素 物质性的元素和灵性的元素 一元是单单肉体 就是尸体嘛 它不是人 单单灵魂也不是人 整全的人 包含着物质性的身体和 灵性的灵魂 所以组成了一个既接通天 又顶天立地 站在地上 吃地上的食物 又敬拜神通天 所以人是有属地的元素 也有属天的元素 物质性元素和灵性的元素 但是你单独拿肉体 有没有灵魂的肉体是死的 尸体 没有身体的灵魂 这个也是 不是完整的人 上帝赋予我们完整的是 具有灵魂和身体的 这样的存在 将来在永恒当中 也是复活的身体和被成全的灵魂 结合在一起的人 才成为整全的人 所以救恩 创造包括灵魂和身体 救恩也包含影响人的灵魂 不只是灵魂上天堂 也包括身体的复活 所以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 被成全的人 是被复活的身体和成全的灵魂 在那里面敬拜神 所以不只是灵魂 因此我们 虽然说两种层面 灵魂和肉体 但是我们说完整的 整全的人观 是改革宗的立场 所以大概这样理解就行了 如果讲到实际的 关于礼拜 关于信仰 关于救恩 关于应用方面 成圣的方面 其实都影响 我们不就不提什么 尼托生所主张的三原论里面 错在哪里 受什么影响 造成什么样错误的救恩论 或者是信仰的实践 我没有时间讲 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讲 再讲